開始來做一系列的討論飛話的學習方法 來教大家 怎麼樣自己慢慢慢慢透過自己的理解 把飛話技巧學起來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之前我們在影片裡面 有提到或是說我書裡面 也有提到說 陡數起源於印度占星學 然後擋到唐朝裡面 變成唐朝占星數 所謂的七正四語 然後在結合了液晶之後轉化進來了 變成紫微斗數 那中心最大的差異跟占星學最大的差異 就是它跟液晶的結合 那這個跟液晶的結合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 訊息跟一個 對應液晶所使用的方法 就是私化 液晶在談的其實是 天地之間那種 規律之外我們所沒有辦法 去掌控的變化性 除了規律之外我們講說命理 它有兩個很大的體系 一個是我們觀察環境的規律變化 一個是 無由來的 我們無法掌握的變動性 所謂的 規律性的變化就是 譬如說 時間到了 就寒流來 然後時間到了 月亮就會升起來 然後月亮的升起 太陽的落下 這些有規律性的東西呢 會去影響了氣候 所以夏天會有颱風 這是 很規律性的 即便你沒有學過命理 你也會知道說 你爸爸 今年已經89歲了 然後肺部狀況不太好 半年後要冬天 寒流要來了 那他可能半年後 他其實需要注意 他可能會容易感冒 就一般人啊 透過 這種 嘗試都可以去做這樣的推論 這個其實 就是命理裡面呢 在規律性的部分 譬如說 每10年 走到根的時候呢 基本上 因為 10年的時間 人對於自己 原有的秩序呢 希望有所變動 所以啊 他會有一些 動亂的狀況出現 所以 每10年天象花季 因為天象就是秩序 而你希望秩序有所改變的時候 環境之望秩序有所改變的時候 那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動亂的狀況 每10年一次小的改變 那每60年就會有個大的改變 那每120年就有個大的改變 更大的改變 這個就是 我們 透過環境 心理 然後 等等等等的 社會學的 角度來看 你就會知道說 它其實是可以預期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今年 120年一次的根子年 不不不 60年一次 但是 這是 120年一個大的人活的根子年 今年的 那個動彈會這麼大 的基本的原因 那除了這些事情之外呢 還會有一些所謂的變動的狀況 你不確定性的變動狀況存在 那這個不確定性的變動狀況存在呢 其實是意境的強項 也就是 這個邏輯的強項 因為 循環性的東西 是我們可以透過 長時間觀察而累積資料來的 可是有一些事情呢 卻不是如此 譬如說 你出門不小心被東西砸到了 或是呢 你不小心呢 踩到狗屍了 或是呢 你認識了一個人之後呢 那他來影響 你為了他 空虛寂寞覺得 為了他 每天歡心每天笑 那這種 諸多環境的因素 然後彼此交雜的 這種不確定性的狀態呢 這件事情其實是意境的強項 那所以當意境結合了 三星學之後呢 讓指揮斗數呢 在推算上面啊 變得更為完整 那斗數上面呢 在利用意境的 概念裡面呢 很重要一個點 就是四化 我們之前就講過啊 四化其實就是啊 星耀因為時通環境的不同 而造成星耀產生變化 那因為星耀產生變化而產生變化 那這是基本的邏輯 但這個呢其實都還是在 占星學體系的範圍 那意境的部分在哪裡呢 意境的部分啊 就在於 非話 斗數裡面很重要的 非話技巧 那所謂的非話呢 指的就是啊 有什麼 跟時間沒有關係的事情 因為 基本的 基本的 斗數盤上面呢 他會利用各種時間 不同的時間 譬如說 生年的四化是你出生年的時間 然後大千的四化是你 大線的那個時間點 你自己的大線 稅數時間點 小線是小線 稅數時間點 流年 代表外交環境對你影響 是今年 整個外力環境 它的時間點產生的循環 產生的力量 對你人生的影響 這是 斗數盤上基本的四化邏輯 利用時間代表環境 代表 時空變痛 然後來影響你 可是還有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說是 那個不確定的 或是 混亂的部分在哪裡呢 指的啊 就是非話 為什麼叫做非話呢 因為他講的啊 不是時間 他講的呢 是各種各種各種不同的 人事實地物 從外面來 對你產生影響 好像從外面 飛一個東西進來 所以叫做非話 外面飛一個東西進來來 對你產生變化 看過我的書 或是 一個 聽過我們講的時候 上過課 的朋友就會知道說 我們在談非話啊 他其實指的就是啊 A 造成了 B 產生變化 A公位造成 B公位產生變化 譬如說 命公 化技到 夫妻公 我的個性 造成 我的感情的狀態 是什麼樣子 所以A 造成 B 產生變化 那許多人啊 在學非話的時候啊 因為書上啊 他都會只會 告訴你說啊 那個 你命公化技到夫妻公 等於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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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命公到化技到 兄弟公等於什麼什麼什麼 你會跟兄弟姐妹怎麼樣 絕大多數的 書籍他都跟你談了啊 其實是一個結果 但實際上呢 卻不能夠這樣子談 在教星曜的時候 一直告訴大家說 你如果星曜只是去學說 啊貪囊星表示桃花 那你 學三年你也覺得 你也覺得直接貪囊星表示桃花 你不能夠單純的 去讀一個 推論出來的結果 你不要去了解他推論中間的邏輯過程 所以其實啊 我們要 我們在學習四話的時候呢 要練習的啊 其實是 這個A造成B 怎麼樣 而不是去 此背說 命公化技進夫其公等於什麼 為什麼不能這樣背 因為 命公化技進夫其公等於什麼 根本是 那個他可能是無曲化技太陰化技 太陽化技 太陽化技 天象化技 命公化技進夫其公等於什麼這件事情啊 會因為星曜的情況不同 那你單純背一個答案 怎麼可能會是遵的呢 一定是不可能是遵的 只是說 教學上面來講啊 我們還是需要 用這樣子的練習 然後再套星曜進去 我們接下來啊 因為大家 很多網友那個希望啊 我們來談非話 所以呢 我們呢 會開始啊 來做一系列討論非話的 學習方法 來教大家 怎麼樣自己慢慢慢慢 透過自己的理解 把非話技巧學起來 那今天呢 我們就小小來介紹一小段 命公化技到各個工位 我們該怎麼去聯想他 那這樣才會是對的 在學非話的時候呢 因為既然是A給B A造成B產生的變化 那許多人呢 一瞬間要從A造成B的變化 他會很痛苦 你會覺得 聯想不起來 甚至很多時候會 誤以為 是逼給A 例如說命公化技到夫妻公 有的人他會解釋 出來答案B 是夫妻公化技到命公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這跡象會很接近 自己在練習的時候該怎麼做呢 你要先想的是啊 當你的B公位如果化技的時候怎麼辦 譬如說你的夫妻公如果化技 化技我們講說啊 它就是一種空缺 所以呢 以本命盤來講啊 我的夫妻公如果化技呢 我等於是 夫妻公叫做啊 感情的態度跟 對感情的看法 我對感情的態度跟看法呢 有所空缺 那這是生年盤如此 那這個人呢 他通常啊 就會 比較會去追求他的情感 那他追求情感 不見得是 追很多人 他可能追一份單純的愛 那也可能去追 很多很多的愛 不見得 那看星藥 不管他是用哪一種方式 他的重點就是 他對感情有所空缺存在 他會期待感情 會希望感情的存在 那 這是生年 這個是生年 對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非話呢 命公化技進夫妻公來講 那就會表示說啊 叫做他的個性去影響了 他的感情態度 那很多同學就會 覺得說 老師 可是他的個性影響了他的感情態度 那這樣子 我們一般也都會解釋成說 這個人啊 基本上啊 他會很 追很希望跟追求感情 那很希望很追求感情 因為空缺嘛 很多人沒有辦法去理解說 所謂的空缺 因為就會被解釋成說感情不好 他事實上 很希望跟很追求感情呢 因為你很想要 很容易就會找錯 就像我們常說的嘛 你肚子很餓的時候 我都會找錯餐廳 對不對 可是這不見得一定會 不好喔 因為 我很想要 我如果找到對的餐廳 那是不是就表示說 我可能會 過得更好 很多書上 會因為你的夫妻公化技 就說啊你這個感情不好 你陰暗沒紅 你那個一輩子感情不順利 但是 這是不對的事情啊 對啊 我可能因為 我談了十次不對的戀愛 結果我找到一個 真的可以陪我一輩子的人 那有的人是 他一剛開始 他就 結婚 可是呢 因為他沒有戀愛經驗 結果反而是在 被困在婚姻裡面 話題 我們在談的就是 在情感上 你有所空缺 空缺有的時候 因為 空缺了 所以 你可能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感情 或者是不知道 該怎麼做 因為 往往人在需要的時候啊 你需要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反而會做得不好 你的個性 造成了這樣子 命工化技精 腹氣功跟生年有腹氣功的時候呢 狀態會有點像 因為生年呢 是你一出生 自然而然我就覺得說 我所缺乏 那命工化技成腹氣功呢 會稍微再複雜一點 因為呢 他會有一個 新藥的考量 所以簡單的邏輯 就是說 我的個性 造成我的感情 這樣子的狀態 而不是我天生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這是我個性造成的 那本命盤的那個叫做 無憂來的 我就是這樣覺得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今天啊 我的夫氣功啊 在這裡 是太陽 那我在這邊呢 通常 我在這邊應該就是天積 如果我是本命夫氣功 太陽化技 本命盤呢 的夫氣功呢 代表的是 我喜歡的類型跟 我在 情感上希望得到的態度跟彼此對待的態度 所以我喜歡的是太陽這樣子的人 有能力 然後 那個有領導才能 那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呢 對公一定是太醫 這個人呢 還要在外面啊 對人 還不錯 而且要 溫柔 細心 我也希望在婚姻的態度裡面呢 我要知道權 然後情感態度的規則是要由我所自己定定的 這個是太陽的概念 那化技了呢 有個空缺 我們講說四化是因為星耀而產生 所以 我因為 想要追求這個太陽而產生了 我在情感上的空缺因為 我總是希望呢在 那個情感上面呢要能夠 照我的 那個規則走要能夠得到尊重 而且呢要誰得到 誰給我這樣的尊重 要一個自己獨當一面跟能力很好 那人緣不錯 然後 自己呢總是想要制定規則的人 給我這樣的尊重 可是一般人家就會跟你講說 你太陽化技在敷氣功 然後對面還有太陽星 衝太陽星 你可能感情中和不太好 要晚婚 這件事情 如果是生年 叫做我一出生 無由來的我想要幹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是 命功化技進來的 這時候命功是天積星 對不對 所以我化技進來是什麼 我化技進來是受天積的影響 這顆天積星的對面是巨門星 所以呢 這顆天積啊 巨門的特質呢 就是黑暗跟空洞 以及空虛局莫覺得了 所以這顆天積的內心 有不安全感 那這個不安全感 讓這個天積星呢 他的所謂的天積星的話氣為善 善良跟善變呢 他會有很多的思慮想法 然後很多希望有所變動 這個人他的思慮想法跟不安全感 所以他希望在情感裡面 一切的規則 可以按照他的意識跟他的制定所 來走 然後他在情感的外面 也表現的 可能對很多人很好 有很多的桃花 那你想想看有一個人 他因為他自己的內心不安全感 然後呢 希望呢 事情啊 他對很多事情都有很多 小劇場跟想法 所以他展現在情感上面呢 就希望說 感情上面呢 對方要能夠聽他的 而且呢 希望有很多的人啊 都很喜歡他 那這件事情他如果做過頭了 當然就會容易 在感情上會有些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知道說 如果今天他是生年紀 我們就說他單純的只是 希望感情會為他所控制 可是他如果是 命宫化妓進來 我們就會知道說 他其實內心很多小劇場 因為不安全感 所以在情感上 想要 可以 得到掌控權 想要可以 照他的意識走 那這個就是 生年跟非話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呢 接下來一系列的影片 陸陸續續幫大家介紹 那如果他今天是命宫化妓到兄弟宫呢 他的個性造成了 兄弟姐妹之間的問題 空缺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相處 命宫化妓到子女宫呢 他的個性呢 造成他跟 孩子的相處問題 我們會一一跟大家介紹 十二公如果是非話的時候 那會是什麼樣子 那如果他今天是 夫妻公 化妓進來財博公呢 是不是因為我的感情狀態而造成了 財博公化妓啊 通常是覺得自己 需要錢沒有錢 然後錢不夠 要努力去賺錢 我的感情狀態造成我覺得 我需要努力的去賺錢 這種人通常 就會變成 當他喜歡你的時候 他就會很願意花錢在你身上 對不對 這是非話好玩的地方 以及 非話為什麼自己在 陡數裡面 作詞是重要 那那個 接下來我們會拍一系列的影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